29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了英国邮轮被扣押时的最新视频 视频显示 当时执行任务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巡逻队曾经对英国军舰发出了警告 不要试图干涉一方正在执行的任务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的最新视频中 可以听到英国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通报位置 并表示正在对英国邮轮史丹纳帝国号护航 随后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巡逻队对英国军舰发出警告 称邮轮已在伊方控制下不要试图干涉伊方正在执行的任务 美国卫队公布的海军巡逻队公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 你必须不合适合在这个问题 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布 这是美国卫队公布的海军巡逻队公布 视频最后还显示了一军方无人机从空中拍下的英国军舰的图像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以未遵守国际海事法规为由 扣押了悬挂英国国旗的史丹纳帝国号邮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曾公开一段史丹纳帝国号被扣押时的视频 视频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快艇包围了当时明显在全速前进的史丹纳帝国号邮轮 期间伊朗海军得到一架军用直升机的支援 这架直升机引导一支突击队降落在游轮甲板上 经过一番较量后史丹纳帝国号最终被拦下 随后被护送靠岸 按责任旁边